如果有听我说股票 都知道我说港交所业绩的概念 是 不客气 是 他什么时候出业绩不怪我 是 因为讲一个问题就是 市场上 就是你有差不多股灵 成熟的投资者 就是大家理性一点 客观一点 或者有差不多股灵 就是有差不多年资 有差不多功力都知道 怎会出完港交所 就是港交所怎会出完业绩之后 原来他的业绩比预期好 很少的 因为港交所在港股这么多股份上 透明度最高 你每日成交今晚有多少 新股市场是怎样 期权期货有多少成交 日称已初 所以你不会出现业绩之后有些改变 你现在港交所来的 未来短线上升动力就是 市场的气氛慢慢好一点 所以股价和大市一样都是同步的 港交所很难长期排行大市 除非到一个很牛市 好像美股牛市阶段那种状况 或者今年头牛市阶段那种 但是这些水平做港交所没有说不行 我觉得就大就不要想业绩 不关业绩事 港交所的感觉就是跟港股都是比较同步 现在大家都看到港股的情况好像都不错 你都觉得见了金元的底位 正说半价了 现在又可以了 即不是炒业 即是现在买 对,那行不行 首先因为你跟大市同步 所以跟大市的看法就很重要的 通知26,000 我觉得上落的1000点是有可能的 所以同样地港交所 上落20元左右 亦都是優惠 其實說了好像等於沒有說 所以我覺得在某程度上 460元你肯做止洩的話 你可以薄的 可能是500元樓上 好過你走到500元樓上才買 但這些位置我覺得 試一下等480元才出手 我覺得市又不是好像直衝上去 這個月也升了2000多點 正如正所說 再升到2700、2800、2900 不容易的 市值是說見底和回升是兩樣東西 是不是行升浪 暫時未見到 但反彈勢頭部仍然是到 所以如果港交所真的有興趣做部署 480元試一下賣 460元做止洩薄 就算是500元